催眠着,用在好的方面可以医病啊 可以重新设定他的大脑 让他不会对一些过去不愉快的东西啊 一些不好的情绪可以把它去除掉 然后就用一些积极的话语透过催眠可以鼓励他 就是接下来可以改变过去的认知 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做东西 让他能够得到成功在各方面啊 在恋爱啊,在财运啊,在事业啊 然后在生活,家庭,婚姻 各方面都可以有比较美满的这个东西啦 你达成一定好的目标啦 但是催眠着也是有点用在坏的那一边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有教你怎么样 学中医的经络啊,按摩,还有纸压那些 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加入催眠的话 可以让那个效果可以更快 用更短的时间做治疗 更快得到更好的效果 不好的催眠呢,讲一个简单一点 在迷魂党啊 某某阿姨在把上面遇到什么 不懂什么东西 哎呀,你又可以按摇饼啊 然后去银行按了很多钱给他 给他一包包子包住 几块石头回家 一打开的时候,哎呀,中片的是不是? 或者是那种来自中东的,我们叫 Ninja Turtle 就只是露着眼睛罢了的 所以他们就去商场那边 看着你一下跟你讲几句话 你就会把钱拿出来给他 到底为什么那些人家容易拿出来给他 其实他是用催眠 这个技巧呢 在这个课程是有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心法 有上课程的人就知道 所以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跟Ninja Turtle用的招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如果用去做坏事的话 等下你中什么报应你的事情 不管我事情 所以一定要告诉学员 是用在好的地方 OK